生物多樣性最少有幾個層面 有一些是物種的多樣性 究竟香港有多少種魚、有多少種昆蟲 但除了這個層面之外 還有一些在遺傳物質方面的多樣性 第三樣就是生物系統的功能多樣性 可持續消費就是在使用服務和相關產品 提高我們生活質素之餘 其實也可以減少物品對環境的損耗 現在越來越多顧客對可持續性 對其他人的要求或者他都會有興趣 我們希望可以給予這個選擇 第一是我們客戶都要求我們 第二是我們負責責任務 買東西的時候 你會不會都想嘗試買一些環保物料製的產品 都可以去選擇一下 都會覺得比較貴 2017年已經推出一個可持續消費計劃 裡面的目的是提高企業和公眾 對可持續採購的認識 基本上 這些毛巾呢 它那些材料 是不災燃過石的環境的 價格比較貴 這些就需要多很多時間 去令顧客明白 為什麼我要買這個 和其他有什麼分別呢 很多吃海鮮 海產 都很多 香港本身來說 沒有什麼生胡椒 很小規模 所以能夠支持的漁獲都很小 在食品方面 我想最特別的就是 環保海鮮粥 這件事都推行了多過一年 我們在阿拉伯 在阿拉伯 我們做了一個精力的努力 成為100%維持 能夠保持健康 我們能夠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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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就是說 我不是真的要吃這麼多東西 第二 就是說 吃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一件事情 大家在兩方面 都應該去小心一下 有些產品 其實反應很好 你看到 海鮮和海產 我們其實是越來越多 每個客人有選擇的時候 他們真的會用多些 買多些 的 我會提供大家 為他們可以幫助 有裡面的影片 還有一切 他們想看他們 在家庭 在家庭 如果他們要來買 他們要買 他們要拿一包 擠住 有